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hello,大家好,我是Kai,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的视频呢,是想跟大家画一个这种茶艺妆,并且根据茶艺妆容呢,给大家改造一个手丝绿茶妆,但是呢,如果您要是对今天的视频感兴趣的话,就跟我一起来化妆吧,回到素颜的我,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头发真的是越剪越短,有没有,之前呢,还在这边先是,呃,变这么短了,因为我发质不是特别好,所以只能就是把下面坏掉的部分都把它剪掉,然后呢,开始化妆吧,那就直接跳过妆前, 我们先用一下BECCA的这个,Under Eye Corrector,比较偏粉橘色的,来稍微遮一下我们的黑眼圈,我的黑眼圈呢,这两天睡的不是特别好,所以稍微呢,有出来一些,那像我们绿茶呢,都是天生的好皮肤,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什么,呃,黑眼圈,不可能有这种熬夜或者睡不好的情况,对,我们每天都是不时人间烟火的小,不时人间烟火的小仙女, 用到我之前在暗用品里面跟大家推荐Morphe的这把刷子,一点点就够了,抓紧点呗,我感觉就这一点都上了有点多耶,得了。 跟大家说BECCA他们家这个提亮眼线的真的不能用太多,不然质地会非常的黏,然后稍微涂一点呢,意思一下就非常的OK了。 好,那因为是绿茶妆嘛,那今天的粉底液呢,我想用到的就是这个,FEMO他们家的这个25小时持妆粉底液。 我跟大家说这皮的妆感真的非常的好,涂上呢,它是有中暖遮瑕力,但是又像是你自己本身皮肤的那种感觉。 我那天想去囤货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银盖里已经没有了,然后它出来了另外一个橘色还是蓝色的这种盖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款,我下次会买来试一下,但是这个粉底液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今天之所以用它呢,就是它上脸的妆感非常的不明显,就是那种绿茶觉得,我天生皮肤就很好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跟我的皮肤也非常的贴合,根本就没有很白。 不能脖子和脸两个事吧。 哎,我有的时候在视频里嘛,然后脸看起来比脖子白,真的不是因为色差,是因为有的时候打灯啊,灯它刚好就照在脸上,然后没照在脖子上,就显得脸比脖子白。 然后随便拿一个上妆海绵,喷一点这种定妆喷雾。 这部就不用多说了吧,这部的目的呢,就是能够让粉底液更好的揉入皮肤,并且更加的持妆。 来让你们康康这个粉底液它上到脸上以后呢,脸上的瑕疵呢50%以上都已经被带走了,可是真的没有那种粉感。 但是这样还不够,我们要做一个立体的仙女。 就脸上的整个五官呢,该喷起来的都喷起来,该收进去的都收进去。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行提亮的步骤。 然后用到的是毛哥平的这个高光膏。 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上这视频啊,有问大家人设的问题嘛。 所以有个女孩子跟我说,她知道我喜欢啥,她就说我知道Kat非常喜欢喝酒。 嗯,you got me。 这个也是用这个刷子,但是要少量的这样去。 因为毛哥平他们家的这个粉呢,其实也蛮,嗯,饱和度很高啦。 一点点就够了。 脑瓜杯啊,对吧,虽然我的脑门已经很大了,但是干提亮的地方还是要提亮哟。 然后我跟大家说这里啊,这里里面可以稍微加一点提亮高。 这部的问题呢,是为了把皮肤这块提起来,因为你也知道绿茶妆呢,喜欢把眼睛画得很大,水汪汪的眼睛那种。 所以我们后面画眼线呢,肯定会有一点眼瞼下肢什么的。 所以说如果这边皮肤和五官都是朝下的话,再画一个眼瞼下肢,还是稍微有点老气。 所以我就想说先把这里呢,稍微提上来一点。 其实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我的法令来呢。 好,我跟大家说这个绿茶妆虽然想要整个肤质看起来非常的好,但是呢,为了Brown那种妆感太重,我就不进行多余的遮瑕了。 你看已经上了粉底,也已经上了提亮。 然后脸上多少是有一些许的瑕疵,那我觉得留着它就好。 那这样如果别人问你的话,你就可以说,嗯,我没有化妆,你看我脸上的瑕疵,你看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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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还有一些瑕疵的。 呀,你们懂的? 接下来用这个Make Up For Ever的定妆喷物,我们来喷一下脸。 因为我现在觉得我的脸极度的干燥,澳洲这边冬天嘛,我觉得最近皮肤呢又是比较干。 等它干一些。 好,差不多干了,接下来就是定妆。 今天用到的终于不是Make Up For Ever的散粉,是季範西的这个。 用来的刷子呢是国货瘦瘦狼泽。 那如果你是油皮呢,可以定妆的时候稍微定得死一点。 但因为我本身是混干,所以说我就稍微定一下,下T区这种位置。 就我觉得自己皮肤透出的那种自然的光泽感是最好的,尤其是对于绿茶妆来说。 好,那我们先不修容,后面再修容,因为我想先画眼妆,先画眉毛眼妆。 那眉毛产品呢,用到的是这个Banifay他们家这个什么Browzing Palette。 我的这个色号是Medium Too Deep,因为我的发色呢是比较深的那种。 边上呢是4块眉粉,这边呢是3块眉胶。 那我呢就用它自己带的刷子,先稍微蘸一点这两个颜色哦。 今天的眉毛打算稍微画得圆一些,就是没有棱角的那种,懂吗? 就是看起来很好说话,很温柔的那种。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好说话的人,但是我一点都不温柔。 我刚才说不要有棱角来着,怎么感觉这里还是有一些棱角呢? 那我就按照我自然的眉心画好了。 它蛮自然的吧。 OK,那就到眼妆的部分啦。 今天的眼妆呢要用到的是这个小狗盘。 因为我在之前的那个活活开箱视频里面呢,有跟大家分享这个嘛。 我看到很多人都想让我用这个跟大家一起化妆,所以说今天就用这个吧。 那我跟大家说,绿茶妆呢虽然要看起来清透自然一点比较好,但是整个人呢要看起来比较有灵气吧。 那我觉得淡妆并不代表就是说不化妆,或者是让人看不出来。 那眼妆的部分呢,雾面那种深棕色我会稍微今天压得轻一点。 但是呢,因为这盘的bling bling非常的漂亮,所以说既然眼妆了,我想多加一点这种bling bling的感觉。 这个眼影盘里面长的是这样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它们闪片色的手臂湿色。 好,这是它整盘的手臂湿色。 整个颜色呢都非常的OK。 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化妆吧。 我先用一下它们自己配的这个刷子,感受一下怎么样。 这个我之前没用过,只是做过手臂湿色而已。 那我们先用这个棕色。 其实刷子它刷头比较小,所以说我觉得要化淡妆的话,可能还是要稍微松散一点,不要fluffy的刷子好一点。 好,这个颜色跟我本身眼皮的颜色差太多了,我感觉。 稍微深一丢丢,对吧。 如果你们看我视频应该都知道,其实我平时眼妆非常容易化的特别浓。 化着化着就跟上舞台唱戏的一样。 今天我要把持着我自己。 接下来用一下它们第二身的颜色。 这个种子。 忘了跟大家说了,刚才那个粉是还蛮好晕染的。 就是靠近睫毛根部的位置。 给眼睛后半段。 好,接下来把刷子这一头稍微翻过来,用更小的这一头。 这样取这两个颜色。 你猜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化卧蚕咯。 放一只蜜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一边有卧蚕,一边没有卧蚕。 好,卧蚕画好了,那接下来一步也蛮重要的。 然后还是用这边这个小头的刷子哦。 占取最深的这个棕色。 画下眼影眼尾的位置。 轻哦,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刚跟大家说要轻哦,结果我就画了一坨棕色。 那没关系,我们用棉棒呢。 那把它稍微晕软开。 把这两个颜色的结合。 这个刷的是201的。 有提亮到,但并不是非常夸张的那种,还OK。 那还是同样的颜色。 铺在卧蚕上吧。 好,接下来呢,就把这两个。 这个蓝色的偏光Bling Bling,和紫色的偏光Bling Bling点在眼睛中间。 好,接下来我们先画睫毛再补眼线吧。 因为我每次就是用睫毛夹的时候会把眼线带走。 用到的是之前的一个心情购物分享里面, 买到的那个Lily Lashes他们家的一个哑光的睫毛夹。 有人问我好不好用。 那我自己用过几次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画一个C。 那因为我的睫毛比较硬,比较固执, 所以我夹完一边呢,就直接上这个睫毛打底膏。 是这个品牌。 这个睫毛膏不用我多说了吧,赶紧刷它。 好,给你们拍一下我现在的睫毛,但这样是不够的哦。 接下来取一个这种棉棒,和蜡烛。 稍微把棉棒烧一下。 别烧着蜡啊,朋友们。 今天一定要做一个精致的睫毛巾。 接下来呢,我要稍微贴一点假睫毛, 但是贴这种自然款。 这个牌子是我在淘宝上买的三支月笔。 我用下来觉得还OK的。 我之前淘宝开箱好了,给你们看过。 然后就是选这种一搓一搓的, 然后呢,我会把它们都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眼尾的部分呢,我会贴两组, 然后最中间呢贴一组。 一共贴三组就可以了。 给你们看一下。 好,接下来眼线部分呢, 用到的是Sophila Retract Eyeliner, 色号是10号色。 它呢是一个深棕色。 当然了,先画内眼线。 眼线一定要窄哦, 不能画得那种又粗又黑的, 因为眼线艳的就会饱和度更高嘛。 像这种就会更温柔一些画出来。 然后眼头的部分呢, 尽量是画在睫毛根部比较偏里面的位置。 好。 用棉棒呢,稍微清理一下这个眼线。 好,接下来修鼻子呢, 用到的是我新买的一个东西。 这个也是我在淘宝上一个店铺买的。 我会把产品的信息都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里。 然后这颜色是601, 感觉是Mac的Omega一个非常好的评价代替呢。 鞋头都别引穿。 不要沾太多哦。 这边画起来, 跟眼影连在一起哦。 既显的五官深邃, 然后又不是两条很直的线那种。 你们都懂啊。 好,那修脸呢, 那还用这个吧, 黑状就我最新入的这个。 就我刚开始不以为它广告做多了, 后来发现是这个东西真的还不错。 这个把这种比较松散的大耍子, 中间这个粉。 脸部修容稍微少来一点啊, 不然的话就会很明显。 刷的时候记得稍微戴过一下脖子, 不然到时候这里是一坨黑, 这里一坨白, 然后这里又是黑的。 很奇怪,好吗? 好,高光的部分呢, 我今天不打那种bling bling 或者珠光感的高光了, 我就直接用盘子里的这个亚光的高光色。 再稍微提烂一下, 眼下少来点哦, 不要涂太多。 然后鼻子刷的这样横过来。 眉毛上边。 那接下来腮红的部分呢, 我还是打算用腮红膏, 用到的是3CE的一个, 我才入不久的一个腮红膏。 这个颜色是lovecraft,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粉嫩的颜色, 我觉得这颜色很绿茶很日常, 我很喜欢。 那虽然说我脸上已经有上过这种粉类的产品了, 这种膏类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往上叠加的。 但是拍的时候, 手法要注意哦。 这颜色真的太嫩了。 我个人更喜欢腮红膏, 是因为我觉得腮红膏它跟皮肤融入得更好。 那有的时候粉类的话会容易浮粉什么的, 再加上我是干皮嘛。 然后就用到今天拍粉底的这个。 注意不要左右这样擦哦, 会把你脸上本来的彩妆擦掉, 一定是这样。 咚咚咚咚咚咚。 嗯, 你们看看, 多嫩跟皮肤融合得非常好。 我改变主要的大家, 我还是想稍微在鼻头这个地方, 稍微来一丢, 丢一丢, 丢高光。 用这个吧, 上支视频跟大家推荐, nano, nano, nononos, 奈基基的色号是, BH02奶鱼蛋糕色。 哦,就真的是来一丢丢在鼻头这边吧, 所以我直接用一个这种眼影刷, 干净的眼影刷。 稍微点在这。 好,那接下来就是嘴巴的部分了, 用到三个产品。 先选一个这种比较偏粉色的唇馅饼。 它背了一个小刷子。 接下来用到的是鱼哥他们家的这个103, 是一个叫眉粉色。 找一根棉棒, 稍微把边界的暈染开一下。 那我个人觉得这颜色虽然非常好看, 但是对于绿茶妆来说呢, 口红的颜色还是有点浓烈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茶艺妆的一定要bling bling, 嘟嘟的嘛, 那嘴巴要特别水润。 所以说后面呢, 我会再叠加一个这种裸色的, 拍买瓜子他们家的气光唇, 又色号是flashfantasy。 这颜色一上上两个嘴巴就没有那么眉红了。 好看。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茶艺妆容呢, 就画完了。 最后画出来的妆像, 你也看到了。 画完茶艺妆呢, 跟大家改造一下, 来画一个手丝绿茶妆。 嗯, 接下来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喝酒了, 虽然这瓶已经被我喝完了。 我再拿一瓶过来, 等等我。 嗯, 大家好,我回来了, 我刚顺便还吃了两口东西。 我换了一种酒, 大家一起聚起酒杯干杯吧。 接下来在我心中的手丝绿茶妆。 一起画起来吧。 先从眼睛的部分改装吧, 就是刚才用到的这个Sephora的眼线脚笔。 大镜棉。 眼线呢, 可以稍微加粗一丢丢。 眼头呢, 也稍微拉出来一点。 就要长。 谁怕谁。 好, 上眼线画完了, 那下眼线也要有哦。 就是眼头, 眼尾要包住, 中间可以空着。 眼线呢, 稍微晕染一下。 虽然妆浓归浓, 但也要精致啊。 我傻了, 其实应该先补眼影的。 我为什么先画眼线了呢? 然后还是要小口盘, 最深的这个颜色。 现在我不怕了, 可以放任何我们想叠加的颜色。 就是要这样随心所欲, 活出自我。 加深一下眼尾, 眼头也来一点。 接下来盘里这个bling bling色。 它是一个这种偏金棕的bling bling, 叠加在眼睛中间。 这颜色也可以稍微来一点在卧槽里。 眼头提亮可以再明显一点。 那我就用这两个颜色的作合吧。 就是这两个bling bling。 好傻哦。 接下来这盘的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其实亮片真的超大。 然后它里面的亮片是这种小虎头形状的。 但是我看到弹幕里很多人想让我用这个颜色。 那我就用一下吧。 然后很多人说我眼睛上很少涂这种bling bling。 我经常涂bling bling好吗? 像colourpop呀。 就各种盘里的bling bling我都会用啊。 为什么你们觉得平时不用呢? 我换眼妆这么夸张的一个人。 接下来我用这个刷子来上这个bling bling。 就是这样一滴眼泪下来。 它在下眼影下面这里。 就有点像女团妆的感觉。 接下来呢,眉毛稍微加深一点。 可以让眉毛稍微调一些。 然后还是用回这个。 那这边的刷子沾一点软眉膏。 把眉毛稍微调起来一点。 更有那种狂烈的感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大家不要忘了。 就是美瞳。 妆感怎么样?跟你当天戴的美瞳有关系。 那今天茶艺妆呢,我没有戴美瞳。 因为就是想要一个比较自然的眼珠子。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选一个比较夸张的。 这样的一个眼珠子。 好,到美瞳前是这样的。 1,2,3,2,1。 好久没在这么夸张的美瞳。 看起来有点像哈士奇有没有。 好,我们接下来呢,把那个修容和腮红加深一点。 之前国库看上视频里面没有用到的, 就是Girl Cut这个腮红膏。 修容。 跟腮红要衔接在一起哦。 那口红呢,试一下Kyle Pop这支吧,很久没用了。 沙颜色我都忘了。 这个色号是Troll啊。 听名字就是红棕色的感觉。 嗯。 好了,我要去变妆了。 换个发型换个衣服,马上回来。 好了,大家,我回来了。 这个造型怎么样?酷不酷? 我直接梳了一个杯头。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洗头。 然后头发就有点油,然后又捧不起来了。 我就干脆直接把它梳到后面当一个大油头。 大油头。 当一个大杯头。 好了。 我觉得口红真的很神奇。 就是我一涂上这个口红,我感觉我的妆容立马就不一样了。 当然,我们看眼睛呢,这边眼线,眼影,包括下面的bling bling都有加深。 眉毛也加深了。 彩虹也加深了。 笑容也加深了。 还带了一个美瞳。 像我自己说实话,什么茶艺妆啊,手撕绿茶妆啊,这些其实就只是一个妆容的代名词。 它并不能说明这个人怎么样啊。 那如果在视频里我开了一些玩笑什么的,真的就只是视频效果,请大家不要往心里去。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不知道你们看的还开不开心。 不知道你们是喜欢茶艺妆还是手撕绿茶妆呢? 不过安定位,这两个妆容呢我都蛮喜欢的。 好,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 让我们一起干杯庆祝今天视频的结束。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投币哦! 干杯!